上一集中我详细地介绍了宝玉写的四首纪事诗 作者接着说 有两种人把这四首诗到处称颂赞赏 他们一种是势利人 因为这是荣国府的公子做的 所以说好 另一种是轻浮人 因为喜欢风骚妖艳 所以写在扇子上 有事没事拿出来读 而且这些人还不少 不断托人找宝玉写字提示 导致宝玉自己也就膨胀了 还挺喜欢做这些事的 你还记得宝玉上学的那一集里 他碰到的贾家几个管事吗 他们当时说 宝玉的字写得很好 要宝玉的字 而现在呢 就已经拓展到了宝玉的诗了 宝玉的几首诗真的很好吗 这其实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红楼梦》的诗词 到底是什么水平 讨论一直都在进行 说好的也多 说一般的也很多 老杨认为 这其实跟讨论 从小学到大学 所有的题目难不难是一样的 如果拿13岁宝玉写的诗 跟流传下来李白杜甫的诗比 那肯定是比不了的 但只要他很好地体现了 一个13岁孩子的心态 体现了这个年龄的文笔 那就是好诗 可一旦真的拿13岁这个标准来看 宝玉绝对不是一般人 他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好了 上面说的势利人和亲服人 不但宝玉的身边有 我们身边其实也到处都是 看看你身边那些 说领导的字写得好 给很无聊的讲话拍手的人吧 看看那些给网红香艳视频 点赞评论的人吧 这种人其实无处不在 所以《红楼梦》并不是一本过时的书 它讲的道理永远都在重复发生 插写了几首诗之后 视角又开始跟踪宝玉的日常生活了 作者说这是尽忠生烦恼 他突然觉得闷闷的 为什么闷闷的呢 我们只要看下面与之对比的一句就知道了 他说园子中的女孩大多都还没有男女的戒心 属于混沌世界 天真烂漫 所以坐卧无比 嬉笑无心 这其实就是反过来说 宝玉这时候已经不再混沌了 变得能分清楚男女 不再天真烂漫 因为她情斗初开了 你可能会说 不可能啊 第五回太虚幻境 第六回出世云与情 过去都这么久了 宝玉怎么可能现在才情斗初开呢 这就回到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性和情到底能不能够分离 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 可能会引发一个大讨论 尤其是男性和女性的看法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老杨只说一个大多数专家的观点 同时也是统计出来的结果 那就是男性的性和情 普遍是可以分离的 而女性的则是不能分离的 之所以老杨没有用爱这个字 而是用性和情 其实也是因为 爱的范围实在太广了 用它反而会混淆这个概念 在第五第六回 宝玉的身体已经变化了 所以她接触到了性启蒙 但是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 其实她还是没有意识 所以她才会在前两回 不断地被姐妹们批评 而这一回 她终于在情的方面有变化了 这既是前面 姐姐妹妹不断地提醒导致的 也是随着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 宝玉的小丝名烟是个人精 了解到宝玉的心思之后 她就去买了一堆禁书 请注意 这些禁书分两种 一种是与性相关的 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 赵飞燕 赵和德 武则天 杨贵妃的外传 这些所谓美女的外传 都是包装成历史故事的黄色小说 从古至今 这种题材的书都层出不穷 而另外一种 则是所谓的传奇脚本 这可不是现在打游戏的脚本 而是说的戏曲传奇的剧本 我们后面看到的西香记 就属于这一种 明儿也知道这些书是禁书 所以嘱咐宝玉不要拿到大观园去 而宝玉大部分时间都在园子里 肯定舍不得不带进去 所以她就把黄色小说放在外书房 把相对来说没那么露骨 也就是文中说的 纹理细密的带了进去 还藏到了床顶上 古代的床是有固定的木架子 和硬顶来挂各种账漫的 所以床顶是一个可以藏东西的地方 下面就是《红楼梦》的一个经典镜头了 时间到了三月中换 这个中换是指原来古代做官的人 每个月中旬的假期 后来就衍生成为中旬的一个代名词 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早饭后 宝玉就一个人带了一套惠真记 跑到院子里面读书了 你可能奇怪 本回的题目不是读西香吗 怎么变成惠真记了 这又是《红楼梦》中遗留的一个谜 惠真记是原整写的 也叫阴阴传 是西香记的前身 而西香记则是王石府 根据惠真记改编的戏剧 本来这中间区别并不大 但是因为两者的结局不同 所以就会引起了读者的很多联想 惠真记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男主角张生始乱终弃 而西香记则是大团圆的结局 有人因此说 作者在这里不写西香记 而用惠真记 是影射后面黛玉跟宝玉没有好的结果 但是老杨不太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虽然说这里是用的惠真记 可是后面黛玉说的那些句子 全都是西香记里的内容 我更倾向于 在当时这两个名字是混用的 戏曲一般用的是西香记 而书呢则用的是惠真记 宝玉拿着书 走到庆方闸桥边桃花底下的 一块石头上坐着 只是想想这个地方 就知道有多美 眼前是水 头上是初开的桃花 旁边是一座小桥 正当宝玉读到书上 落红城镇的时候 就刚好有一阵风吹落了头上的桃花 掉落在宝玉的身上和书上 这个落红城镇完整的依据是 落红城镇 风飘万点 正仇人 说的正是宝玉当前遇到的这种情况 宝玉舍不得把身上的花瓣 抖在地上 怕后面脚踩脏了 所以就用衣服兜着 走到了池塘边 抖落在池塘内 看着花瓣顺着水流出 沁方闸去 从这个情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宝玉的特殊性 没有几个人会这么看中 掉落的花瓣的 更没有几个人会看到 抖落花瓣在水里 跟直接掉在地上有什么区别 这中间就包含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而背后是你是不是西花人的判断 这里的花表面指的是真实的花 而更深层次指的是身旁的女孩子 宝玉从来都是一个西花人 不但这一世是 上一世他做神音侍者的时候也是 不然他就不会给酱猪仙草来灌溉甘露了 也不会有跟黛玉的三世情缘 正因为有这个情缘 女主角黛玉就出现了 黛玉这次出场是他最经典的一套装扮 肩上担着花厨 厨上挂着花囊 手里拿着花肘 大家看到了呗 黛玉穿的什么 带了什么装饰品 依然是一个字都没有出现 因为这些东西 对于精神压倒一切的黛玉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芝皮说 这就是扫花仙女的形象 还说他一直想画一幅这个场景的画 但觉得不是神来之彼的画画不出来 反而会亵渎了黛玉 接着又说 他曾经在浙江见过一个画家 画的白描美女非常好 但是无缘 没能让这个人画一幅黛玉图 导致终身遗憾 对比几乎走来说 我们其实是幸运的 因为八七版陈小旭的黛玉 真是神型俱佳 大家看了电视剧 就像是见过林妹妹一样了 宝玉说了自己 不想让花瓣变脏的方案 黛玉说 这种方案不彻底 因为大关园里的水是干净的 可流到外面就弄脏了 自己在园子的偏僻处 设立了一个花种 把花瓣用细丝做成的袋子装起来 再埋到土里 让花瓣随土而化 才是最干净的办法 上面的这段话 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 正如老杨说 宝玉是西花人 有两层含义一样 大家不能只看花表面的意思 认为黛玉说的是真实世界的花 因为如果说来说去 只是舍不得那些落花 还要用名贵的私质品去搞 形式主义的葬花 那黛玉就不再是中名鼎秀的代言人 而是作女绿茶的代言人了 其次 是这里说的脏 也不能简单理解为 花掉在地上就是脏的 作者写得很明确 宝玉怕的是 恐怕脚步践踏了 核心是两个字 践踏 与之对应 黛玉用的是糟踏 无论花瓣掉到土地上 或者是埋到了黛玉的花种里 都会随土而化 但是一旦碰到不懂西花的人 那么他就会被践踏 被糟踏 这才会造成脏 葬花和让花瓣直接落地的最大区别 是避免了这些人带来的脏的 臭的的污染 因此 花在这里是有明确指代含义的 那就是女孩子 宝玉和黛玉都是西花人 所以他们担心 未来如果园子中一个个女孩 走出了桃花园一样的大观园 他们会被社会所污染 被男人们践踏 跟之前宝玉悟道和参禅一样 宝玉的方案是不彻底的 只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而黛玉给出的是彻底的 终极的方案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黛玉的未来是不可能走出这个大观园的 他的结局也一定是埋在大观园里的 因为出去了就不干净了 而黛玉是绝对不会让自己不干净的 这从之前 他不要北京王的念珠 说这是臭男人拿过的 也可以体现出来 宝玉接受了黛玉的建议 而且喜不自尽 为什么他会这么高兴呢 因为宝玉确实觉得黛玉的方案比自己的更好 他笑着说让黛玉等自己放下书 然后就一起来收拾花瓣 黛玉好奇问宝玉这是什么书 黛玉为什么问呢 因为宝玉这么认真读书是比较少见的行为 宝玉朵朵朵朵 说是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 黛玉肯定不会相信 宝玉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是读这些正经书的 所以笑着让宝玉坦白交代 宝玉有什么事能瞒黛玉呢 他叮嘱黛玉要保密之后 就坦白说 惠真记如何如何好看 看了连饭都不想吃呢 然后把书递给了黛玉看 黛玉放下身上的花具 也开始看书 不到一顿饭时间 就把16出折子戏的内容都看完了 老杨在公众号的共享文件夹里 有西香记的剧本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着看看 只要你看了 就知道这一顿饭看完是一个什么概念 每次读到这里 我都会想起《射雕英雄传》里 黄玉的母亲冯恒 只有你拥有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的能力 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也才能在后面随口说出里面的句子 黛玉绝对是绝顶聪明的 给他安排一个智商超群的叹花爸爸 也绝不是随便写的 看完书 黛玉觉得此早紧人 余香满口 所以还出神默默祭送 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黛玉这个时候喜欢的 并不是西香记里的故事情节 更不是被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所打动 他喜欢的是戏词的门笔 我们读书不能用自己的理解 去估计女主角 如果那样就体会不到作者的细致用心了 也就难以理解后面黛玉为什么会生气了 宝玉问黛玉这本书好不好 黛玉笑着说有趣 宝玉顺干爬说了两句书里的戏词 含义是自己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张生 而黛玉呢就是女主角崔英颖 这一句话就让黛玉生气了 为什么呢 宝玉找这些书来看 是因为她情斗初开 喜欢这些谈恋爱的故事 而黛玉说有趣是喜欢书中的词枣 宝玉误以为黛玉也跟自己一样 所以才说了这句话 可没想到黛玉完全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黛玉不但脸红了 还立刻生气 指着宝玉说对方胡说 拿这个银词宴曲里的话来欺负自己 还说要去告诉舅舅舅母去 说到欺负两个字 差点哭了 这个情节非常重要 可以用来给很多没看懂红楼梦 以为宝玉和黛玉 从第三回初四见面开始 就一见钟情 并且一路都在谈恋爱的人打脸用 正是因为宝黛两个人 直到这里还没有正式开始谈恋爱 所以宝玉这个带有调情性质的话 才被黛玉认为是侮辱 黛玉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 他虽然可以接受跟宝玉在一张床上躺着 但他不能接受这些有明显表白性质的调笑 能接受一张床上躺着说话 那是因为从六岁进贾府开始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而不能接受宝玉的话 则是因为这是明显违背儒家封建礼教的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 这就是一种调戏 也是对黛玉清白的侮辱 所以这是欺负 宝黛之间的感情 到目前为止都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纯洁情感 虽然黛玉渴望一些独占性 不能接受宝玉对其他的姐姐妹妹比自己好 但还不是所谓的爱情 因为那个时候 西乡记里自由恋爱是非常叛逆的 而且与正统的道德伦理是相违背的 所以他才是禁书 也才是黛玉说的 淫词厌曲 但是可笑的是 他又可以在戏台上演出 这种情况有点像我们现在 很多爱情动作片 虽然大家都在看 但是不能在现实中讨论 是一样的 宝玉看到黛玉真的很生气了 所以立刻认错 求黛玉饶了自己 还说自己没有欺负黛玉的意思 最后就来了他的那一套 指天发誓 说自己如果有心 就明天掉到池子里 便一个给黛玉陀墓碑的赖头园 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石碑下 看到的那个大乌龟 直批说这个誓发的很有心意 老杨提醒你注意 宝玉说的这个誓不只是有心意 更重要的是 他也有称语的意思 暗示着宝代未来的宿命 用生死来发誓 本来就是重誓 而宝玉的誓词呢 却是建立在黛玉先死的背景之下的 当黛玉病老归西后 宝玉到黛玉的坟上 一辈子给他托墓碑 这何尝不是后文中的真实情况 宝玉就是因为一辈子 托着黛玉的这块墓碑 所以才放弃了宝钗和摄月这个家 游色入空 最终成为另一个秦僧 黛玉听到宝玉的这个誓 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下一集继续接着讲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 投币 点赞 收藏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